大家好,我是來自林園,我愛林園 那我沒有辦法離開林園 我也希望剛跟葉醫師講的一樣把林園賣掉搬到北部來 但是林園的肯賣掉那一棟房子只能買台北市兩坪而已 那我的所有家人都在林園 那我要強調的是過去我的父母是跟做把我養大的 可是現在的父母一定要工業區才能養大他的孩子嗎 這一點是我有質疑的一個地方 那我的鄰居,我家的方圓五公尺之內 總共有九個癌症,我的哥哥現在還在化療 那我家的對面鄰居有三個的癌症,目前有一個在化療 我家的右邊有三個癌症,那有一個在化療 我沒有提到化療的是已經往生了 那我家的後面一樣有一位小妹妹在化療 那這些我所提的,他們的年紀都很年輕 裡面有提到一位是乳癌的,那他沒有結婚 他才三十歲就已經往生了 這是我很大的悲痛 那林園的,除了空氣不好,工業區多 還有另外有兩多 一個多叫做西藥房意願多 因為我們常生病常過敏 我幾乎每天吃藥 我今天要來是早上吃了過敏的藥 或者我無法講話,我無法呼吸,我的眼睛是紅的 我不知道如何出來見人 那還有一個多叫做廟宇多 因為我們要拜拜,祈求自己心靈的安靜啊 我們在一月份的時候 林園有四次的公安事件 那講到你們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的那個不管是救護車還是消防車 不是只有林園出動 是大寮也支援、小港也支援、東港也支援 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一個聲音 整個籠罩在這種環境 不管是在空氣還是那種氛圍裡面 是無法生存的 這是一個很恐懼很恐懼的 很恐怖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林園還有一個很多的地方 就是憂鬱症的人很多 那你們一定很難想像 我藏州在屏東上課 我聽到消防車的硬硬硬硬度過 結果從教室跑出來就跑出去一看 我才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是人在屏東不是在林園 這樣的環境 長期這樣下來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 像剛剛葉醫師講的 我不準備離開林園 因為我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親友都在那裡 我離不開他 我們也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搬離林園 這是林園所有鄉民的一個悲傷跟悲哀 那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讓我們的生活能稍微安定 我們不只晚上不能開門 我們連白天都不能開門 那我的朋友去找我 他說不用看林園教的 拼米就知道林園教了 所以請政府能改善我們的環境 還有再次強調 我的父母是正常給我擲擲的 現在的人不一定要工業區 才有辦法擲擲你的是誰 在這裡跟政府做一個反應 謝謝